大人跟小孩一頓一頓在餐廳裡面在比賽 手打在頭上的人的鏡頭頭 就像夜間走路一樣 走到拔拔倒也是又爬起來 大家都笑到海海球 這次是一個人打拚打來這裡做餐 就算天上在路撕撕的好 小孩摸到貴面貴生活也是很高興 大人說就跟小孩時代 對我們年長的人來講 甚至是我們兒童的回憶 如果再針對這種比較幼小的小朋友來講 我覺得可以讓他們在這個泥巴當中 可以享受不怕那種孤女的感覺 更有兒童的回憶 地學道裡面的一些生活 為什麼覺得很好玩 因為 為什麼覺得很好玩 生產台華東就在花蓮用力 大陸火車頭邊高度邊的餐 是台灣原住民協會跟三人部落青年團 辦的第三次離空離巿與泥奮戰 請大家來這裡切頭 結合要讓收穫土地的理念 希望大家愛秀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過程中也能夠體驗一下農民有多辛苦 你們當就從那兒再採 再玩一路就已經會腳蠻酸的 那麼這一點未來我們的產業需要你們的支持 都不會記這樣的一個風雨一樣的熱情在我們的土地上去玩樂 希望今天的一個活動能夠圓滿 讓大家非常的開心 經過這個活動 希望大人小孩大家手牽手 保重支持 腳踏實地 算得是很開心 也知道環境的重要 民視新聞花蓮報道